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心一生心 吸音心一生心 心是一个很古老的字 甲骨文的字形是以四只手同时举东西 所以心字的本意就是同心同力共举一物 也就是起的意思 如诗经小雅小碗当中记载 肃心夜魅无田而所生 意思是说我们要早起晚睡共同努力 不要羞辱了我们的父母 心也是推行的意思 《论语子录》当中 事不成则礼乐不兴 礼乐不兴则刑罚不重 这是孔子跟子录讨论正名的一段话 是说事情做不成则礼乐不能推行 礼乐不能推行 那么刑罚就不能够得当 兴也是昌盛的意思 诗经小雅天宝记载 天宝定儿以莫不兴 是说上天保佑你安定 没有不昌盛的事情 在一般口语中 兴又是发明的意思 如这是谁兴的花样 兴也是流行 如时兴 兴又是准许 如上课时不兴胡闹 兴还是或许的意思 如明天他也兴来 也兴不来 兴又念兴 国语注音是 兴应兴四生兴 兴是指趣味跟喜悦的情绪 如兴高采烈 兴致勃勃 最后要提出来的是 兴这个字 有兴 兴 兴两个读音 我们要特别注意 像兴 它还是诗的六意之一 就是 风 雅 送 父 彼 兴 不要念成了 风 雅 送 父 彼兴 另外 兴字的部首 在字典当中 是要查旧部 中间呢 是一个同字 但是 有的人 把口字 少写了一笔 写成了 像右边 这样的字体 这是不妥当的 请您要注意 今天 每日一字 就为您介绍到这儿了 谢谢您的收看 我们明天再会 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